Squatch的操作界面 首先我們來介紹啟動Squatch 在桌面上我們就會有一個Squatch的圖示 最簡單的方式是按兩下就可以啟動Squatch 再來是使用Dash方式啟動 你只要在Dash上面打SC兩個字 那你一樣可以找到Squatch程式設計 一樣可以啟動Squatch 再來一個使用傳統選單來啟動Squatch 在右上角無邦圖的圖示上面點一下之後 請你選軟體開發 再去選Squatch2 這邊有一個1.4版是比較舊的 這個是2 Squatch2程式設計 這樣就可以很順利的進入到Squatch的操作界面 進來第一個動作 因為他預設的語言是英文 大家用起來不習慣 所以我們先點選這一顆地球 好這顆地球 這顆地球 點下去 請你選正體中文 請你選到正體中文 這樣大家的操作界面就會 比較順手 那我們簡單來介紹Squatch的操作界面 首先這邊是 算是舞台區 這一塊 這是我們 設計 讓 所有的角色在這一邊做演出 上面這一排是 功能表 檔案 編輯 這邊有提示 提示會在這裡出來 這是關於 那這個是全螢幕 全螢幕 旗子是代表開始 紅色的 八角形的 圖示 圖示是代表停止 那這邊有積木分類 有各種積木分類 那這邊造型是針對現在所選到的角色做造型 造型設計 那音效是所有的聲音 出來的 我們程式都放在這裡 好程式都放在這裡 那再往下看 這邊是角色區 現在只有一個角色 所以只有一個 那這個是舞台 你選到不同的東西 我們右側這邊會有不同的變化 你可以新增角色 這邊 你也可以從套件庫中把角色叫出來 自己畫 或是開起來 還是用直接使用相機來截取 那在右邊 程式區這邊 你可以把程式 放大或者縮小 就是方便你來檢視 Squish的基本操作 大致上是這些 這邊有一個複製 你需要複製 某一個東西的時候 比方說把這個程式碼要複製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複製 減下 這是放大 這個是縮小 放大 角色 縮小 角色 操作 操作上還算容易 那要離開前 我們要存檔在這裡 離開Cute 那你當然也可以直接按 叉叉 結束 這是Squish的基本操作 我 我 谢谢观看